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胃经会致癌 不能吃 选择鸡精更好 这些想法到底对吗 若是从化学角度而言 它们都是由骨氨酸钠构成 都有提鲜调味的作用 功能差别不大 只是鸡精里面的骨氨酸钠含量比胃经少 而且在胃经的基础上 额外添加了鸡肉或鸡骨粉 香腥料 鸡肝酸 鸟肝酸 鸡胃香精 淀粉等物质 口感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二 胃经不会致癌 但多吃无益 在超过120摄氏度的温度下 骨氨酸钠就会变成焦骨氨酸钠 尽管说现在没有证明它有致癌的可能 但是也是并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 而高纳饮食容易带来肥胖 还可能增加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和关心病等疾病的患病风险 三 正确食用才是安全的 一出锅前再放 骨氨酸钠常温下不易溶解 在70到90摄氏度时溶解最好 鲜味最足 所以说 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马上快出锅时放入 二 加醋 不加味精 再烹饪糖醋鱼 糖醋排骨 醋溜白菜等食物时 尽量还是不要放这些调味品 原因在于 胃精在酸性食物中加热 更容易产生胶骨氨酸钠 使菜咬走味 三 控制量 骨氨酸对人的安全摄入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 对于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 每天食用不可以超过两克 正常就是一半啤酒瓶盖的量 除了胃精 比糖更危险的食物是什么 二 比糖更危险的食物 一 腌制食物 腌制食物大多出现在部分南方地区 受每年每雨季节的影响 气候大多比较潮湿 食物容易发霉 这个时候古人就发明出了腌制食物 比如腊肉 腊肠 咸菜等 虽然现在冷冻水平和保存食物的技术得到了提升 但腌制食物依旧受到许多南方人民的喜爱 腌制肉类食物大多是采用烟熏的方式制作而成 同时添加了大量的盐 这样能够延长肉类保鲜时间 虽然一些腌制食物的口感较好 能够让人胃口大开 但是由于它含有大量的钠盐 食用过多会导致身体钠元素超标 目前为止 依旧有许多南方人民每天都在吃腌制食物 这令人很是担忧 大量的硝酸盐存在于腌制食物之中 这部分硝酸盐经过人体转化之后 会形成亚硝案 而亚硝案又是导致胃癌的罪魁祸首 因此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偶尔吃一顿腌制食物并无大碍 但不宜过多食用腌制食物 更不能每顿都吃 二 煤变食物 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不经意间接触到许多煤变的食物 像过气的剩菜 苦涩的坚果 开始腐烂的水果等 对于这些已经开始变质的食物 我们要坚决地扔掉 食物一旦腐烂肠酶 便会产生一种名为黄曲酶素的物质 根据相关研究 黄曲酶素与人体癌症紧密相关 大量的黄曲酶素进入人体之后 人们得癌症的风险会增加82% 造成十分严重的健康隐患 大家在发现肠酶变质的坚果 剩菜时要及时地扔掉 如果家里有比较节省的老一辈人不愿意扔 也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毕竟健康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三 油炸食物 对于现在年轻一代的熬夜党们来说 晚上睡不着觉时 往往会喜欢来上一点油炸食物 像是炸鸡 薯条等等 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油脂 摄入过多会导致脂肪超标 容易造成肥胖 同时 经过高温油炸之后的食物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营养价值 还会产生一种叫本病皮的有害 致癌物质 根据相关研究 本病皮与癌症有脱不开的关系 如果经常食用油炸食物 会大大增加人体患癌的风险 再者 许多炸鸡垫的油并不经常更换 有的甚至还是地沟油 这些油在反复烹饪过后 会产生许多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物质 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 因此 要远离油炸食物 四 加工类食物 在超市的货架上 我们很容易能够发现一些后期加工出来的食物 像火腿肠 烟鱼罐头 肉罐头和水果罐头等等 这些食物大多经过二次加工 营养价值流失 吃多了对人体并无益处 像许多小作坊生产出来的火腿肠 它里面肉的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 还添加了大量的淀粉以及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吃多了并不会给人体带来任何营养 烟鱼罐头 肉罐头里面的钠盐含量非常高 吃多了会导致人体积累过多的亚硝酸盐 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水果罐头中会添加大量的甜蜜素 大量的糖会加重人体器官负担 另外 许多朋友还喜欢吃路边的小摊 像是小摊上的烧烤鱿鱼须 脆皮肠之类的 这些食物大多也是老板购买的半成品加工制作的 制作过程中还会添加大量的调料 吃多了对人体无益 对于加工类食物 我们不要多吃 最好是不吃 癌细胞最喜欢糖质 我们摄入的糖质越多 癌细胞越高兴 越有活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 只要控制糖质摄入 就相当于断了癌细胞的粮草 特别是胃癌 肠癌 肺癌 乳腺癌等线体组织发生的癌症 与糖质的关系更为密切 但癌症是一种非常强大且顽固的疾病 通过控糖虽然可以抑制癌细胞增值的速度 但想全部杀死癌细胞 是不太现实的 要想治愈癌症 除了控糖 还要同时进行高蛋白质 高浓度维生素C治疗 倒查癌症患者的日常饮食 会发现很多癌症患者在平时都摄入了太多的糖质 同时伴有蛋白质不足的情况 平时摄入很多糖质的人 身体里不可能有足够的蛋白质 我们体内的重要免疫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会发现癌细胞 攻击癌细胞 而自然杀伤细胞的重要原材料是蛋白质 身体里蛋白质不足的话 就没有足够的原料制造自然杀伤细胞 那么没有可以抵御癌细胞的免疫细胞 癌细胞便可以为所欲为了 所以 要打造一副不容易患癌的身体 借糖加高蛋白质饮食是必须的 总而言之 所谓病从口入 现代的许多疾病都与日常食物的摄入有关 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 平常忙碌奔波时 更要注重自身食品安全问题 没变食物不吃 腌制 加工 油炸食物少吃 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更强的抵抗力 也能将身患癌症的风险降到最低 要知道 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 你有经常吃这几类食物吗 调味料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 但是近几年对于调味品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小张在外独居 大清早小张就收到了妈妈推荐来的两篇文章 蚝油别再吃了会致癌 家里还得用得快扔掉 蚝油加热会致癌 很多人都不吃了 并且还叮嘱小张道 乖乖 你平时自己做饭要注意点啊 我听说酱油蚝油这些里面都添加了什么化学成分 会致癌 很多人都不吃了 可是小张觉得不放酱油蚝油炒出来的菜不好吃 真相真的像小张妈妈说的这样吗 同样的小张的爷爷在朋友圈也看到了这样的文章 都说颜吃太多了不好 不仅会导致味觉的下降 长时间的高盐饮食还会导致高血压 影响到心血管的健康 关于调味料的正确观点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 盐是高血压的元凶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 人体每天摄入15至20克以上的食盐 84%的成年人收缩压超过140 脑袖中也很多 但如果人们将盐摄入量降至每日低于5克的推荐水平 每年就可避免170万例死亡 这么乍一看 似乎盐真的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 但是盐导致高血压的原因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过量食用 一旦研制过量 就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被盐侵害 1.口干 盐分摄入过多会引起细胞外液渗透压升高 这个时候身体便会产生口渴 来直接调节水的摄入量 因此日常频繁感到口渴 并且需要大量的喝水来缓解的 说明体内盐分超标了 是时候该控盐了 2.局部水肿 盐中含有大量的钠离子 当身体摄入过多的钠离子 这些离子进入组织液后 组织液的浓度便会增加 这个时候血液的浓度就会比组织液的浓度低 血浆中的水便会流向组织液 从而引起水肿 3.胃溃疡 盐分摄入过多 还可能引起胃粘膜损伤 继而诱发一系列的胃部疾病出现 其中胃溃疡最为常见 4.肾结石 吃盐太多会导致体内的尿蛋白升高 而持续的尿蛋白升高 会导致肾结石发生的风险增加 还可能会诱发肾脏疾病出现 5.反应变慢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 长期高盐饮食的人相较于低盐饮食的人 大脑认知能力衰退的速度会更快 当身体上出现这些不适症状时 多半是盐分摄入过多了 要注意及时现盐 如若症状还是无法得到缓解 要注意及时就医进行检查 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不能完全不吃盐也不能多吃盐 要把握好用盐量 特别要注意一些隐形盐的摄入 避免摄入过量的盐分哦 2.蚝油是癌症的罪魁扩瘦 在日常生活中 若想要烹调出一道美味佳肴 那么自然少不了调味料的帮助 除了盐、白糖和酱油 蚝油也十分常见 蚝油是亩利为原料 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调料品 具有鲜蚝的香气且富有营养 包含18种以上氨基酸 其中大部分是人体所必须的 同时含有醇、有基酸、脂等有机物 以及铜、铅、铅等哺乳动物 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大众对于蚝油致癌风险的担忧 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存储不当 受到变质和污染带来的致癌风险 因蚝油中含有氨基酸 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如果开封后长时间存放在常温环境下 则容易氧化分解 增加有害微生物的污染风险 在蚝油变质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产生致癌物质黄曲霉素 一旦长期使用 无疑会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 另一方面是骨氨酸钠的致癌危险 很多人认为 蚝油中的骨氨酸钠在加热时生成胶骨氨酸钠 而胶骨氨酸钠会致癌 所以蚝油加热后会致癌 事实是 胃精 鸡精和蚝油都含有一定量的骨氨酸钠 它在加热至120度以上时 的确可能产生胶骨氨酸钠 但是这种名为胶骨氨酸钠的物质并不会致癌 只不过加热后会让蚝油失去鲜味而已 因此蚝油不致癌 只是不正确的储存方式可能产生致癌风险 所以蚝油开启之后需要在冰箱冷藏 并尽早吃完 与此同时 为了保证鲜味 可以在起锅前再添加蚝油之类成鲜味调味品 三 酱油会致癌 除了蚝油以外 网上也有网友指出 吃多了酱油也有致癌的可能 这是真的吗 酱油是由大豆 小麦 豆粕 以及腹皮等原料制成的调味品 富含氨基酸 糖 酸 氛 醇 B组维生素以及色素等物质 关于酱油脂癌的言论 其实主要源自于酱油中的焦糖色素 这个物质中含有致癌物 四甲基米醋 因而直接断言酱油脂癌 但实际上这个言论缺乏科学依据 因为焦糖色素属于合法的添加剂 国际标准中允许酱油中添加该物质 而对于四甲基米醋 国家标准中同样有严格的规定 即焦糖色素中四甲基米醋的含量 不得超过每公斤200毫克 所以大家不需要过度地担心 说酱油致癌也是谣言而已 四调味品该怎么保存 其实调味品的存放大有讲究 储存不当 调味品可能加速变质产生健康隐患 开盖后需要放冰箱保存 一含有牛奶蛋蔬果等成分的调味品 比如沙拉酱和辣椒酱 这类调味品富含较多的油脂 室温下储存会出现脂肪氧化的情况 如果长时间储存在室温下 很可能没变并产生致癌物质 防取酶素等 二发酵类的调味品 比如豆浆和哺乳 这类调味品在生产过程中 会加入生产菌种 即使保鲜处理 也无法完全杀死当中的微生物 所以开盖后 若放在室温环境里 很可能令当中的微生物 进一步激活以及持续增加 开盖后需要干燥保存 常见的干辣椒 姜蒜以及芭蕉花椒等 干货调味料都需要干燥保存 另外 像酱油醋等调料 也不需要放入冰箱保存 常温干燥即可 除此之外 很多人常常忽视调味品的状态 变质了可能还在吃 下面教你判断调味品 是否变质的简单鉴别方式 固态调味品 吸潮结块 闻起来有一股哈拉味 或者其他的异味 颜色或口感发生变化等 一旦出现以上问题 则可能已经变质了 液态调味品 液态变得浑浊 出现了沉淀物或者不良气味 口感异常 则表示可能已经发生了变质 半液态调味品 若出现酸腐气味 上层变得稀薄 或下层有明显的沉淀物 则不易再吃 我朋友说这是祖传秘方 能降血压 医生你是不是检查错了 我怎么会肾衰竭的医院里 56岁的王大爷疑惑不已 王大爷一直都有高血压这个毛病 也都有吃药 但他的血压一直控制得不太理想 半年前 王大爷的朋友得知他的情况 就给他分享了一张祖传的中药秘方给他 说可以降血压 让他坚持每天喝 起初 王大爷还感觉有效果 似乎喝了汤药后 没有这么容易头晕 于是 王大爷偷偷加了剂量 还停了西药 没想到半年后 王大爷就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了 全身浮肿 还凶嫩恶心 家里人见他这样 赶忙带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王大爷得了肾衰竭 医生表示 这可能跟他服药不当有关 因为他服用的祖传秘方里含有青木香 青木香含有的马兜磷酸物质 具有肾毒性 长酒喝下去 很伤肾 一 因为马兜磷酸 这三种中药被国家药点除名 马兜磷酸是一种生物碱 天然存在于马兜磷鼠 细心鼠等马兜磷科植物中 含有马兜磷酸的植物 目前已知的有600余种 由于其具有强烈的肾毒性和肝毒性 现在已经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警报或禁止使用 2001年 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提出对马兜磷酸药物的药物警报 2001年4月 美国实体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份消费者安全警报 称含有马兜磷酸的传统药方 膳食补充剂等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2003年台湾宣布禁止出售含有马兜磷酸的中药材 2004年6月 香港卫生署公布 香港禁止进口及销售含马兜磷酸的中程药 将来在审核中程药注册申请时 也不会批准此类中程药注册 2008年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正式将马兜磷酸列为一类致癌物 将马兜磷酸类物质列为二类致癌物 2012年 因为其毒性强烈 所有马兜磷酸类物质 包括马兜磷酸 含有马兜磷酸的化合物及植物 均被升级成为一类致癌物 鉴于马兜磷酸的致癌性被国际广泛认可 我国国家药典在2015年 也删除了含有马兜磷酸的中草药 其中就包括了官木通 广房脊 青木香 这三种中药 大家要擦亮眼睛 避开这些禁用药 无法判断该中药是否有药毒性的 最好不要擅自服用所谓秘方 用药应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 二 中国药典 这83种中草药也别乱吃 中药常常被认为有益无害 不良反应少 但俗话说得好 是要三分毒 中药用药不对症 乱用药 不仅治不了病 还会伤身 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 将83种有潜在毒性的药物分级 主要分三类 一 低毒31类 包括地锦草 鸭胆子 无猪鹰 北斗根 地风蹄 红大脊 苦木根 灶脚 金铁锁 一手草 丝瓜烙 鹤狮 地龙等 二 中毒42类 包括苍儿子 山豆根 干碎 白果 银莲花 蝉酥 碧麻子 木鳖子 青粉 朱砂 阳金花 华山餐 天南星 纸天南星 蝎子无公等 三 聚毒十类 包括川屋 草屋 八豆 八豆霜 马铅子 天仙子 黄杜鹃 马铅子粉 灵药 斑敖 三 用中药 掌握三个原则 别瞎补 使用中药 主要是起到辅助治疗或调理作用 日常用药 应掌握三个原则 原则 一 好方子并不适合所有人 中医将人体体质分为九类 个体差异较大 需要对症下药 因此 中医用药 不能人云亦云 对其他人有用的方子 未必适合你 盲目用药 反而适得其反 原则二 中病极止最重要 中病极止及某方治疗某种症状 一旦起到效果 就应该停止使用 使用中草药要讲究剂量 若药量过大 则容易出现副作用 原则三 老人用药要小心 不少老人 尤其是患有基础病的老人 盲目尽不对身体影响大 临床试验也表明 同时摄入五种以上药物 容易引起较大的副作用 尤其八十多岁以后 肝肾功能下降 更不能乱用药 总之 中药不是神药 不能包治百病 大家不要乱用滥用中药 即使是常见中药 也不能乱吃 最好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服用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 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护股 请收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免制陇